11月20日中立体出席上海某活动 中立体身穿紫色母胸裙大秀风雨美 背影威武雄壮 与西装男热情拥抱并大宋相吻 47岁的中立体在11月8日迎来了结婚一周年纪念 中立体接手访问时表示 结婚这一年来每天都过得很快乐 老公每个月都会送礼物给她 而她也让三个女儿都改姓张 正式成为一家人 除此之外中立体还表示 虽然自己已经是高龄产妇 但还是决定再当妈妈 现在正在调理身体 希望在苟年为老公生一个孩子 张伦硕比中立体小12岁 但中立体却大赞这个老公很完美 她不抽烟不喝酒不去酒吧 只关心家庭和小朋友 孩子们都很喜欢她 所以中立体决定让三个女儿都跟她姓张 对于这段相差12岁的姐弟恋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祝福 有网友会在中立体的微博下留言 冷嘲热讽 中立体对这些言论不以为然 另外中立体更是宣布准备怀孕 现在正在调理身体 有些人真的想太多了 我觉得我已经50岁 生孩子会不会危险 但我已经生过三个孩子了 生活又健康 看起来一点不像47岁 媒体常常说我已经50岁 但我还是三年才到50岁呀 她还提到自己的性格 一直都像22岁 女儿都比她要成熟 她是永远长不大的小朋友 请不吝点赞 啊 我还没准备 是什么 对